大金碗 到底是大金碗还是大金碗 板 板 多长 这么长 这是中国考古史上最震惊的一幕 因为管理不慎 和珅墓先后被五次盗掘 当当墓中的陪葬品呈现在专家眼前时 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 清代包金发簪 翠手镯 玉斧头 加之连成了琥珀 宝石 犹如不要钱似的铺了一地 而这还只是最初的冰山一角 那么问题来了 和珅的灵寝当年究竟有多奢侈 它又是如何惨遭盗绝 经历重重磨难的 保持你的好奇心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中国第一贪官 和珅的前世今生 1974年北京郊区 济县关庄镇的村民们 正在田间热火朝天的交地 只听通的一声 不远处踏出了一块黑窟窿 起初众人也没在意 以为是水罐多了 土壤经受不住 可谁料三个小时过去了 窟窿里的水还没灌满 这洞不对劲啊 不会藏着什么宝贝吧 带着好奇 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光着膀子就跳了下去 接着手电微弱的光 深一角浅一角的往前摸着 忽然间 一道石门出现在面前 门把手上镶着小兽模样的石雕 两旁的柱子高大威武 隐隐间能看到缝隙中传出的光亮 当晚几个人疯了般闯了进去 拎着口袋就开始装宝贝 第二天消息传到了派出所 等到民警赶到时 几个年轻人早就不知所踪了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 2001年还是这个地方 又发生了一起盗墓案 等到专家抵达现场时 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大跳 因为不管是穷顶的雕工 还是墓室的结构 都远超历代认知 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当那个大胆妄为的盗墓贼 被抓捕归案时 从家中搜出的一众陪葬品 简直颠覆了考古人员的三观 明末清初的白佑大观 清太的包金发簪 翠玉手镯 价值万金的玉佛头 还有那无法估价的宝石 珍珠 玛瑙 随便挑一件都能做镇馆之宝 这墓主人究竟是谁 怎么会有如此大的手笔 恰在此时 一件追回的翡翠琥珀潮珠 引起了考古专家的警觉 因为清代的皇帝信奉佛教 于是大臣上殿时 胸前必须佩戴此物 从潮珠的规格和质地推断 墓主人最起码是在京的二品大员 只可惜墓中大多数建筑早已焚毁 一时间调查陷入了僵局 正当专家们打算撤时 村里的老人提供了一条线索 原来此地名为何家村 一直以来都流传着一首民谣 老和珅万民恨 想篡位修大坟 早万金亲礼敏 杀和珅杀和珅 顺着民谣所指的方向 考古队果然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 这是中国考古史上最震惊的一幕 因为管理不慎 和珅墓先后五次被盗绝 但当墓中的陪葬品呈现在专家眼前时 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 青带包金发簪 翠手镯 玉佛头 价值连城的琥珀宝石 犹如不要钱似的铺了一地 而这还只是最初的冰山一角 通过对墓葬周围地毯式的勘探 研究人员发现 这片墓的玄址 堪称是胆大包天 北面有群山围杖 南面有玉溪流淌 符合周易关于风水宝地的说法 最令人沉睦的是 十里之外就是青东陵 也就是乾隆的长眠之地 敢在天子眼皮子底下这么高调 和珅绝对是古往今来第一人 为了重现此地的景象 专家采用了电脑模拟技术 通过痕迹修复 响电 宫门 宝顶 山门 依次呈现了出来 他们全都依山而建 富贵逼人 最夸张的是 门前残留的石翁众 其高度甚至大过了 乾隆灵寝的陪葬规格 据说和珅为了掩盖这一点 偷偷命令工匠 用沙子把翁众的脚盖住 而这还不是最劳民伤财的 在此墓附近 还发现了许多人工运河的痕迹 通过查阅史料 专家发现 昔日 和珅听信风水仙上 驱赶数万工匠 在方圆十公里 开凿了一百道月牙形的护灵河 寓意着和家百年兴旺 万事不结 只可惜 他做梦都没想到 报应来得如此之快 更讽刺的是 在嘉庆赐给和珅的二十大罪状中 曾有一款这样写套 坟营设立响殿 开设隧道 致使民间称之为和领 欢称今天的话 你的坟墓超标严重 里面的陪葬品比皇帝都多 不杀你杀谁 那么问题来了 和珅昔日的陵墓 究竟有多奢侈呢 以至于连皇帝都眼红了 这是中国考古史上最震惊的一幕 银馆李不慎 和珅墓先后五次被盗绝 当墓中的陪葬品呈现在专家眼前时 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 青带包金发簪 翠首镯 玉斧头 价值连城的琥珀宝石 犹如不要钱似的铺了一地 而这还只是最初的冰山一角 镜头中这两头石狮子 原本是和珅林请前的摆设 今天 乘放于天津季县独乐寺 其雕工之精美 造型之别致 即使放眼整个青史 都是独一份的 最令人瞩目的是 狮子的眼睛极其特别 冷峻中透露着胸像 令人不寒而栗 据说这是当年和珅清定的 彼时的他 手握财政大权 官拜军机处大臣 内阁首席大学士 可谓是一人之下 万万人之上 心里的野心早就昭然若迹了 除了这对石狮子外 还有一大批陪葬品流逝于海外 迄今为止都未能找回 2002年 季县当地对这起特大盗墓案 进行了宣判 为首的赵松海 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此情此景 一如200年前 和珅被捕入狱 不过赵松海是罪有应得 而和珅则更多是 权力交替的牺牲品 直到今天 北京城内还流传着一段 有趣的故事 昔日 嘉庆宣读完和珅的罪状后 这位两朝元老 吓得面如死灰 贪坐在地 没成想 新皇帝说乾隆留有一兆 交代处置和珅 务必打开 和珅听闻 犹如绝处逢生 颤颤巍巍地打开了遗诏 只见刘全诗三个大字 赫然写于其上 彼时的他才恍然大悟 自己一辈子捞来的银子 不过是太上皇 送给嘉庆的礼物罢了 正式记载 和珅上吊当日 嘴里反复吟唱着一首 五十年来梦幻珍 今朝撒手谢红尘 他日水饭寒龙日 流取香烟事后身 曾有人说 这里的龙暗指乾隆 从昔日的富克敌国 家财千万贯 到后来的杀身被挖坟 和珅的一生 可谓是跌宕起伏 正如老话所言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对此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你们下期不见不散 人之间的 质人